3號強風訊號現證生效 強烈二大風暴彩虹已經增強為颱風 在下午4點 彩虹集結在香港以南大約360公里 預料以時速22公里向西北偏西移動 而向廣東西部一帶 半港天氣逐漸轉壞 部份地區有狂風驟雨 鐵文台預料黃昏之前改發8號訊號機會不大 張聲偉報導 受到彩虹影響 本港風力逐漸增強 在橫流雨大影響下 下午會有狂風大驟雨 鐵文台預計彩虹逐漸增強 並移向廣東西部一帶 星期日早早在本港西南 偏南300公里左右掠和 按目前預測路徑 相信今日黃昏前 改發8號列風或暴風訊號的機會不大 預計彩虹會在明天早上最接近本港 會在香港西南偏南大約300公里左右掠 天文台預料星期日和星期一 仍然會有狂風大驟雨 隨後一兩日會好轉 在3號強風訊號下 海面有大浪和湧浪 天文台呼籲市民應該遠離岸邊 和停止所有水上活動 教育局宣布幼稚園肢體相殘兒童學校 和智障學校今日停課 社會福利署就指 所有幼兒中心會繼續開放 家長有需要可以聯絡有關中心 安排子女安全回家 而暗瓶360的纜車服務也暫停 NOWTV記者張聲韋報道